无论什么境界 自己懂得 最善的 除之 善于 瞬间 好啊 除这种境界 没有贪念 没有欲望 我们的道意 能保持正常的 提升 如果有 名利的念头 那你就被境界 所转了 被他所转 越转 越深 就是 越迷越深 到最后啊 把佛法丢掉了 那么 依然 去哥伦魁 这是自然学家啊 如果 如果出逆境 出卧远 啊 啊 环境不好 处处是障碍 人员 那都是所谓的 那都是所谓的 回国返照 因为这是最难处的境界 要想到的 这些环境 人世 都是佛菩萨价值的 为什么 我们修行有了一点功夫 有功夫要参加考试 看这一关能不能通过 能通过 提升了 不能通过 就退转了 所以 对于环境 对于人世 都要干干 为什么 我又通过了 证明了 我又提升了一个阶段 好死 不是坏死 那么顺境力 是这个善缘 也是好死 都是来考试的 你有没有贪念 贪心是从这段 逆境物缘 来考你 你有没有成会 所以逆缘 这是看你 断成会 断到什么程度 顺境 善缘的时候 看你 断贪 我断了几针 统统来考试的 好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